今天非常多謝劉智鵬教授上來我們的旅遊台 我們這個節目都是想跟不同的嘉賓分享香港一些比較新的情況 劉智鵬教授是我們嶺南大學的協理副校長 另外他也有另一個頂帽就是立法會議員 我知道你非常忙碌的 非常多謝你今天撥擁上來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最近我們知道李家超先生是我們的後任特首 應該是8號就去投票了 我知道你也會投票 李家超先生在他的政綱裏面都有提及 他有6點提及文化方面的東西 包括支持我們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 還有他也有提及如何整合現在的政策 令到我們那個文化能夠希望可以提升 我知道劉教授你是我們香港福很有名的歷史文化學者 我想第一件事是分享一下你怎樣看這個 政綱裏面的一些文化方面的重點呢 我覺得政綱基本上都是總結了香港社會 所以我們一直都是討論的所謂文化的政策 或者文化的產業怎樣做 當然這個是以政綱來講 基本上都是可以說達到目的 不過問題當然是怎樣執行的 或者我們真的落實 譬如說說會有一個文化體育旅遊局的設想 如果這個真是落實的時候 我們文化的部分怎樣處理呢 文化和旅遊的關係是怎樣 文化和旅遊和體育又沒有什麼關係呢 全部都要去再想一想的 你自己覺得將三個所謂的產業 文化、旅遊、體育其實是三個大產業 這樣在一個局下面去管理呢 你覺得會不會好像有些學者那樣說 都比較繁重了 那個局長可能太辛苦了 或者這個佈局是怎樣的呢 因為我們內地就是文女局 文化及旅遊部 當然亞洲地區 我檢查過越南 是真的將文化、旅遊、體育 是一個局長搞定的 不過香港也都 你覺得這樣將三塊放在一起 你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其實這三塊放在一起都沒有問題的 其實香港很多人可以放在一起 看看我怎樣做法 你說文化、體育 很多人來講好像兩樣很不同的東西 但是我們想想一下 我們古代中國就有六毅 例、惡、蛇、御、書、素 裡面是有文化 好像我們今天所謂的文化 在靜泰這個活動 又有什麼叫騎馬、蛇戰 這些都是現在的體育項目來的 所以 或者可以這樣說 體育可能是文化這個大的 大的範圍裡面的一個部份也可以 或者我們分開它可能 例如禮樂、書、素是文化 射餘是體育 這樣都可以的 最後其實兩部份都可以變成了產業 而同時它們是可以推動旅遊發展 我覺得這樣配合起來都挺有趣 因為 當然我們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 很多商業、貿易、金融的活動 會帶來很多跟旅遊有關的那些業務 或者是那些收益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體育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凡是有些國際的城市 例如親人籃球 或者是戈爾夫球的香港國外賽 或者是排龍洲的 排龍洲 還有一些簡單的說 就算那個叫做藝衡者 都吸引一些不同地區的參加 馬拉松有很多萬人 就是渣馬 這些其實帶了很多遊客 或者那些體育發燒油來香港 那就是產業 旅遊、酒店 一般的和旅遊有關的消費都有在那裡 文化又是一個更大的項目 文化其實真是無邊無際 不過我有個看法就是 我們現在可能經常講文化 特別是從政府的立場來說 他可能會比較著重 是說文化的一些建設 包括場地 裡面的參與文化有關的人員 或者文化的活動 變成了一些硬件多段 我想香港可能未來要想一想 如果我們真是有一個文化政策 或者我們真是把香港都打造成一個文化之刀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做 一直都說香港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城市 其實聽起來好像都很真是 我們有一個任務就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好像你找到整個中國最接近的就是香港 因為香港從來就是一個英治的城市 裡面我們內地和香港以外地方的聯繫 甚至乎有人說我們香港是一個海洋城市 就是對外的 沒錯 是對外的 但是你再細心去想一下 其實也不完全是這樣的 我們只不過是我們在香港的城市發展的過程裡面 有不同地方的人在那裡經商 在那裡居住 我們某一些主體的一些社會制度是所謂的西式的 包括我們的生活方式有財希 你和我都是穿著西裝的 我們看不到哪一部分是有中國的因素在那裡 基因 基因 沒錯 所以那個中西文化交流 其實他們是交流 還是他們存在在那裡 並存在那裡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都很西化 社會 但是我們又不是 我們又不是 叫做 拿了西方那套文化 或者是一個價值 在自己的文化和價值 那 反過來 自己的文化在那裡 我們是領南文化 領南文化 其實我又發現 特別現在年輕一代 我們在年輕一代身上 我們不是很覺得有中國文化的基因在那裡 或者你和我有 我們以前讀的書 我們或者我們父母那一代 都還是很強調 譬如說 中國傳統的中法制度裡面 或者中族家庭裡面的 那種的中校人義 我們講的那些東西 或者言語片都講這些 當然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的一個 通道文化的部分 體現 是的 體現 但是現在連這些都沒有了 原因就是 我們有個時間 原來我們上課 中學生不用讀的那些課文 出師表都沒有了 很多年前連文言文都沒有 現在都開始翻譯了 就是我們讀出師表 才知道怎樣做夥記 赤壁庫 大家有讀過 就是那種 對歷史那種的感情 現在就好像沒有了 因此我就會認為 如果香港我們未來 要在這方面要有多點發展 我們要重新想一想 我們應該重建我們中國文化的基礎 簡單來說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怎麼都不會變成了西人 就算我們移民去別人的國家 都可能是我的下一代 是 才有機會 如果他很多人移居了歐美的 可能第二第三代才會變 就是他不講中文了 他完全是在那些環境長大的 他就會有機會 就脫掉了你的中國文化 但是我們香港現在還是九成多的中國人在 是吧 我們都現在說背靠祖國 回歸了 反而你要看到內地 那個中華文化 是隨著民族復興 他也是在復興的 裡面呢 那些小孩子就 讀回以前那些叫蒙學 那些三次經 《弟子規》 是 《弟子規》 讀到很過癮的 《唐詩宋詞》 反而香港就沒有 越來越好像掉了 這種都是一種文化自信的體驗 是的 這方面我們可能需要去補足一下 因為我們去 我們說旅遊 全世界到處去 你第一件事發現 人家這個國家是有那個國家的文化的 是吧 所謂入鄉除族 族就是文化 我們發現人家是這樣做的 這時候我們覺得 走去開眼界 人家來到香港 這是什麼地方 好像華人社會 周圍都是華人 講中文 講廣東話 好像不太覺有些 有些中國文化在這裡展現出來 但是它是不是西方 它又不是完全西方 所以這裡有一點點麻煩 你說OK 那這個就是香港文化 這個狀態不穩定的 我們不可以說 就這樣就下去 走下去變成怎樣 是不是 我會考慮 那你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你本身都是教育界 剛才說到文化教育都很重要 譬如現在 暫時我們覺得 譬如小學中學 乃至大專界 文化分圖 或者文化的學習比例 學習比例 剛才說文言敏都是這幾年才會恢復 那是否比較少呢 譬如你作為大學方面的一個 譬如在這方面 大學或者教育界方面 可以怎樣推動我們這方面 現在這個問題是比較大 你講得對我們想一想 我們培養出來的年輕人 他去大學畢業 他是一個什麼狀況的年輕人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在培養職業上的專業人才 我們很功能性的 我們的教育 就是出來讀專業課程 工程師 醫生 我已經叫職業導向 他做那些 其他那些 他都有主修的 這樣那樣 於是各個就其實 跟著職業去進修 你會記得我們從小學開始 從小學開始 我們有所謂的術科 那些勞工陰體 就是勞作 音樂 體育 那些其實我們都是很隨便 好像 好像答單一樣 老師都不會太注重 學校不會太注重這件事 我覺得整個香港的教育體制 都應該想一想 我們是不是需要 那些年輕人 花這麼多精神 就在所謂的學科上 去應付這麼多的考評 然後去到大學 為了 亦都去找一些 所謂專門的主修去讀呢 會不會是我們有多些空間 可以讓他小時候去接觸多些 音樂呀 繪畫呀 體育呀 最近我知道內地都有相關的教育改革 好像將一些時間 或者比例上多一些體育 這裏好像是我們已經在做的 反正香港就太過重分數了 沒錯 除了體育之外 他還很有趣 最近內地推動了一個勞動 勞動科 才起你小學三年級 你要去學會炒兩個菜 番茄炒蛋 你學會簡單的 中下花 中下花 換下燈膽 這些基本要懂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這就是勞動方面的事情 體育其實 為什麽 說回香港現在才叫做 我們有個奧運的金牌選手 我們有些玩得不錯的運動員 其實比例就很少 我們700多萬人 說人口比例方面 你看歐洲700萬人的國家 都出不少這些人 原因就是 我們不是沒有這些 有天分的運動員 只不過在他們小學到中學過程裏面 他們天分慢慢就給一些分數 或者家長就覺得 哎呀 為什麽你 可能就說 你不要玩這麽多了 就是集中讀書 找不到食的 不過我知道 領南大學都有一個 以前陳校長 那時都有一些想法 他都是想培養一些學生 有多方面的 有多方面的涉獵 不過這個傳統還是在你們那裏 都存在的 有啊 有 但是問題是 因為 因為領大都是公立大學 我們撥款的要求 跟其他大學差不多 我們不可能說我們要有一個很大空間去發展這些東西 我們都要跟回 一樣是我們 譬如我已經做老師 我們要做研究 要教書 那你不能說我們把這些東西減輕一點 我們把多些精神放在學生的發展上面 其實你看得對的 就是一個大學生他四年裏面 特別是現在我們在說很多時候 大學畢業生都會想多讀一個學位的 其實那個四年的本科呢 其實可以多元化一點 當然現在我們都開始 因為政府推動了 譬如說運動員 那樣 八家大學都有些獎學金 可以收一些 我們剛剛收了一個 叫做 劍擊 不是劍擊 滾球 滾球 最近收多一個就是 空手道 空手道 那個應該是西大級的 那個不是那個 年輕一點 再小一點 是的 那位 收去做讀本科 讀本科 他應該是U16、U18那些 那些世界前 前運動員 前前U16的冠軍 這些我來收 現在開始慢慢 社會有些改變 原因也是因為 以前我們那些年代 一個年輕人 出來 來去做了幾行 現在我們又說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 是的 跟文化有關 文化有關 文化不是一種 找不到飯吃的興趣 文化其實是一個產業 相當巨型的 當然現在香港文化創意產業 接著我們整體的GDP 都大概是5到5% 當然這個比例可以隨著 我們可以增加資源 或者我們有人才 可以慢慢將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提升 因為如果看回周邊 我們亞洲地區 文化創意產業的比例都比我們高 你看南韓 日本 新加坡都相對高 其實我也想說回剛才我們說 我們有一個叫做文化創意產業 交流中心這件事 當然交流中心 不知道你覺得不可以 我覺得交流中心好像比較 有一個比較被動的 反而你看回上個世紀 香港的電影 音樂 漫畫 出口的 我們整個東立亞的人都看我們的電影 聽我們的音樂 甚至我們的漫畫都很厲害 例如馬來西亞都有一些 印尼 越南那些都有人看我們的作品 反而現在又好像比較有感覺 就是我們的文創產業出口 或者我們香港本身的軟實力出口 好像就弱了那樣的 你認不認同 以及怎樣去做 令到我們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 或者我們的演實力 可以進一步出口呢 是的 同意 其實你回頭說我們有時覺得都有點唏噓 就是香港曾經是 可能是荷里活 波利活之外的 世界幾個重要的電影 我們電影有李小龍 是的 李小龍 至少當時我們在華語界的影響相當大的 我們後來 我想這個問題是回到我們的政府 從來是港英年代 從來覺得自己是大社會小政府 很多事情我們要做積極不干預 當然是業界聰明過我們 問題是積極不干預當然好 但是他在積極不干預 後面有很多規矩要守的 包括你使用的空間 進行的活動等等 其實都有另一套東西去管制住 你曾經說南韓的例子 或者新加坡 你會發現政府的投入是挺大的 特別是南韓這個例子 南韓真是奇葩 當年南韓政府在金融風暴 即是97年 亞洲金融風暴 亞洲金融風暴 想想可以有什麼搞 就搞這個 現在出了一個寒風 寒流 當年如果大家不介意說的 至少在東亞或者亞洲的板塊 是日本的東洋文化領導的 但是韓風一吹 就蓋過它 現在韓風不只是這個區域 吹到歐美 甚至非洲都有 就是他們的文化產業的伸延力是很強的 這種正正就是文化軟實力的出口 比起日本還要厲害 所以香港 香港有什麼好處 我們就是一個國際城市 我們本身有地利的 而且我們本身也有文化上的優勢 因為我們真是中西都是並存 應該說我們有一定的文化基礎 肯定我們不是一個文化沙漠 這個絕對一定不是文化沙漠 我們是有些東西的 不過問題是我們所謂的 香港的文化產業的軟實力 或者我們什麼時候有一個港風 或者鄉風 鄉流 別人是韓流 我們是鄉流 我們有沒有可能有這樣的機會 這個要怎麼去配合呢 這個真是 政府不做事是不行的 其實政府有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錯了很多機會 包括回歸以來又說數碼 說中藥說什麼什麼 說完就沒有了 可能政府的心態還是積極不干預 另外就是 他本身自己的政策 都不容易幫到自己去推動這件事 因為他很多事情都有程序、規矩 因此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政府做的事情 我們政府做的事情 很少說 做了 這樣就做了出來 最近的方艙 例外那些是抗疫 就夠急 沒辦法 沒辦法 其他那些 說了十年 譬如最近的青年宿舍 十年前說 現在就起了一棟 其他的地盤都沒有動過 這就是香港現在的 一個就是程序問題 所以現在就在說目標為本 或者結果為本 結果為目標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新特首可以做到這件事 沒錯 好 今天也非常多謝劉教授 來到我們這裡分享文化方面 他的個人的看法 先多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